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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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误以为我说的意思是我要发明一个碰干题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那我是站在教我写字的人的肩膀上 教我写字的那个人就是家父知道吗 温老伯 温老伯教我写字 他教我写什么字呢 其实我的中文字是我妈妈教我写 我的英文字是我爸爸教我写的 我妈妈的字非常非常的丑 奇丑无比 而且几乎是不可辨认的 因为她的个性非常非常的急 而且随便 所以她用啪啪的 我会知道青菜啪啪 这个台语就是因为 我的外婆生前会用 你老婆家里都青菜啪啪的 那句话我才知道 原来随便乱写一写叫啪啪的 妈妈的字啊 家母的字是 是歪歪 就是曲线 曲线 很多的曲线 然后没有章法 然后是真的几乎是eligible 几乎是看不太出来了 可是她在我小时候 一年级 因为我二年级就去美国了嘛 一年级的时候她教我写字 她是抓我的手 一笔一笔账 然后在我旁边 这样看我一笔 所以 自己不会 不表示 教不出来嘛 有状元学生 不是状元老师嘛 很多 篮球教练 职业运动的教练呢 自己不一定 不一定会 要有方法 我的中文字 是我妈妈这样 带我一笔一笔嘛 其实带我一笔一笔 是教方法而已啊 真正的习字帖 就是以前的国立变异馆出的那个东西嘛 真正意义上啊 真正的意义上 那个字体啊 我们啊 我们这一代都差不多了 我们真正的字体啊 其实是叫标凯体 对不对 我们是写凯书嘛 真正意义上 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你们知道吗 我们只是没有 每个人都写小传这样的 就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啦 可是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的哦 我们也可以全台湾都变象形 都可以嘛 只是现在 演变到现在 我们连利书都不写 我们平常写字就是所谓的凯书啦 但这不是真理哦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写什么的哦 好 这是中文字的部分嘛 英文字的部分啊 是家父在那个美国的时候 我小学二年级 他教我写 我父亲就比较喜欢写毛笔字了 他的字就跟我母亲不一样嘛 因为他是以前的小学老师啊 他18岁就去当小学老师 就是以前那种台南诗砖有没有 那种穷人家去念 免费的试砖 工费要回小学去教三年 常债的那种东西 反正就是 那个年代的小学老师都非常厉害嘛 会谈风情啊 一定会谈风情 写书法 那都是基本功就得好 所以我父亲是喜欢写毛笔字的 他教我写英文 但因为他懂中文的书写 记不记得我们昨天那堂课谈的是 英文的精髓叫做声音呢 我举了Bobby McFerrin当例子嘛 其实非常多啦 我是没有时间 在这个课上我们没有时间 一直一直举例吧 你们应该听懂我的本体之后 自己去抓例子来看 我可以一直提啊 当我说西方的精髓在耳根呢 耳根圆通嘛 在耳根 在嘴巴 在声音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去找 贝多芬 交响乐 什么叫交响乐 一次 数十种乐器 同时发生的时候 同时发出声音的时候 为什么好听 我在问你们这个问题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有人会知道 同时这么多乐器 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 那么好听 那他怎么写 那是我说的 那你去听看看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去听交响乐吗 我又不懂 我是从语文的教学的眼光出发 跟你们说你们可以去听看看 然后你听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从乐章的进行 去想这件事情 可是那是另外一个领域嘛 我要你们去感受 启蒙的是说 西方人对声音的讲究跟敏锐度 不是东方人普遍可以想象的嘛 那举最宏观的例子 叫做交响乐 因为那是同时很多乐器 最宏观的讲完 我们就讲最围观的嘛 最围观是什么 半个乐器都没有 就我的嘴巴 非我举Bobby McFerrin嘛 你们也可以去看 Linman Will Miranda 就是写Hamilton的那个人 我认为是当代的 莎士比亚的转世的那个人 Linman Will Miranda 在YouTube上面 你们就打他 然后打那个 Emma Watson 妙力哦 那个哈利波特的妙力 你就打这两个人 你马上就会搜寻到一个连接 妙力跟 Miranda 就合作 当场集席地去为了 妙力在联合国 当女性的大使嘛 对不对 他们为了promote那件事情 Linman Will Miranda 就直接当场饶舌 然后请妙力做一个东西 叫做beatbox 就是口技 有没有 我是不会弄了 就是那个东西 好了 你们自己去看 我是说 你把交响乐听完以后 你去听beatbox 你就知道 最宏观到最围观 他们的声音都很厉害 然后再是一面镜子嘛 地球的南北极 那个轴线是一面镜子嘛 你往左边看 你往西边去看的话 他们对声音很敏感 我举了交响乐跟beatbox 你往右边去看的时候 你也找得到东方啊 东方对线条的讲究 视觉的讲究的 交响乐 跟beatbox 你这样去看嘛 我今天 跟各位提供 我分享的例子 你可以去看董阳兹的书法 因为董阳兹不是字写很大吗 有些人会写很大的字嘛 拿个托把在那边写啊 那是一种嘛 也有人会写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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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字嘛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们对书法的那个东西的讲究 哇 我讲这么多啊 纯粹都在启蒙阶段哦 然后我父亲当年 因为他懂书法 所以他有进入到东方的线条的本体 所以他来教我写英文的时候 那就是神奇了 我再解释一次啊 西方人声音超强 所以西方人要教东方人声音的话 那就听起来就开始是神奇的事了 东方人线条厉害 去教西方的写英文这件事情 那就变神奇了 所以我在美国念小学二年级的某天的下午 我爸爸就拿出一张纸出来跟我讲说 我来教你写英文 他就开始做什么呢 他就一直画歪蛋 他就一直画一个椭圆形 从右上斜到左下的椭圆形 他就一直画给我看 右上到左下 然后画的是逆时中的椭圆形 其实就是写英文的草写的A的开头 或O的开头 他就这样一直画 听起来很神 好像周星馳的电影一样 这是真实 我这是真实的事情 他就教我那种画这样 他一开始只画给我看 这个很像倚天屠龙记里面 张三丰不是又发明那个太极剑吗 太极剑也是这样画圈圈 在笑傲江湖的时候 那个冲须道长 跟令狐冲在那边拼的时候 也是画圈圈圈圈圈圈圈 只是画画的是正的圈 我爸爸画的是椭圆 我的意思是说 我爸爸因为他是懂东方线条 他教我写西方 就是我们这十堂课的重点 英文的读跟写嘛 我们有九十堂课要教英文的读跟写 第九十堂课 我会教你怎么用英文跟中文 跟人文跟艺术跟音乐 合在一起创作出动画 音乐 你们刚不是有听到那些歌吗 我们每次开始那个 那都是我 我翻译 我的团队唱 我的团队编曲 这个九十堂的读写课 最后会教到那个了 我也中间会教你怎么翻译莎士比亚 这听起来都很炫 可是那个是后面的事 九十堂课的 今天第二堂课而已 九十堂课的前十堂课 这个是做前行的准备 你要翻译莎士比亚之前 不是直接拿键盘来打字吗 你要先去理解西方的声音 跟东方的线条这件事 然后慢慢的沉下心来说 写字之前要试字 试字之前要收书桌 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说的书房吗 家里最舒服的房间啊 温度啊 空气啊 湿度那些 所以我现在只是卖个关子 跟你讲说 我们接下来教各位写草写的时候 我们就会教各位一直画歪蛋 我把它叫做歪蛋 歪蛋正早 好像歪打正早 有没有 那个蛋跟那个打 是不是都是哲的声音 这个叫做丫头运嘛 双声啊 双声蝶运的双声嘛 所以歪蛋正早 跟歪打正早 是个双关语嘛 歪蛋正早 就是我们出的洗字帖 你就是一直去画歪蛋就是了 你画到后来就会得其神啊 不需要其形吗 形状的形啊 神韵的神啊 为什么你画歪蛋 就会得到其中的神韵呢 因为英文的线条太简单了 因为英文的槽写 都是同一个形状 它都是基本的那个东西啊 你们昨天不是看我写了那个题吗 写了高山题吗 我知道啦 看起来很清秀啊 蛮漂亮的 其实只是这样子啦 那个 不登大雅之堂啦 只是还蛮清秀的啊 我希望全台湾的小孩都写那种字啊 这不表示我很臭屁耶 我60分啊 台湾小孩都60分就好了嘛 要变成90分 有太多太多厉害的花底字的老师了 只是台湾现在小孩子写英文大概30分啊 我的目的是这样啊 我们回到花歪蛋这个问题啊 你得到它的神韵之后 剩下就简单了 中文的线条很厉害 所以去学英文的线条 可以直接抓到神韵 那英文的声音很厉害 我们要如何直接抓到它的神韵呢 就是贝贝贝罢 给玉瓶的孩子啊 我在给台湾的一岁兩岁三岁左右的小孩的啟蒙教育 我们在听他们打基础嘛 我们打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才三岁嘛 我可以好整以暇的 好好的铺垫一个环境 让你将来长大的时候 全台湾的社会都有基本的概念 就是抓住美语的声音 要从3333开始 抓住英文写作的概念 要从外面开始写字很漂亮 我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就慢慢慢慢铺垫 那在言归正传的话 除了书房的环境之外 记不记得我没有说过 然后去讲究一些文具 他看到的东西 环境归环境 我们如果把它归类叫做环境的话 那有些东西就叫做物品 物品本身 我给你们一些通则好不好 你给他有一点岁月的东西 好不好 不一定是古董 给他有点岁月的东西 没有钱 你就拿旧报纸也可以 知道吗 就杂志 去那个拍糖 拍糖古虾 那怎么讲 就是破铜 不知道那个怎么 反正有一个四个字的台语 好 你就去找那种东西也可以 其实在日本的神宝丁有非常多 像孤领节以前那样的旧书 有很多那样的东西 他的单价都很便宜 疫情结束之后 你们随口跟有可能去日本的朋友说 你帮我去神宝丁 随便我给你五百块的台币的预算 你随便帮我找一些旧东西 那都可以找到 不贵 他经过某个岁月的印刷品 你没事就给小孩在那边翻一翻 看一看 摸一摸 很好玩 什么叫好玩 我是说从小孩的立场来说好玩 从父母亲教育的立场叫做 我们让你的读写的这件事情 开始有点讲究 好不好 举个例子给你看好不好 等我一下 我跟你说 我刚刚这一拿出来 我就闻到那个味道 对不起 一拿出来就是那个味道 这一本是什么 这本没有什么 这本是很久以前的美国杂志 1945年的10月22号的life magazine 1945年就是55加20吗 75年前的杂志 然后因为我有点闲时间 我就一直翻翻翻翻翻 因为我们不是有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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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有88 我就找到一个刚好88的人 我就把它买下来 就这样 当年卖多少钱 10 cent 10 cent 币值不能这样看 现在多少钱 我忘记了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 这本绝对绝对不会超过台币500块的 不可能 我忘记多少钱了 不可能超过台币500块了 可是你可以买一本75年前的杂志 不是吗 它不是一张纸 它是一本一本杂志 你看以前的广告长这样 它在卖什么 你们看得出来吗 你看这个环境看不出来 对不对 它在卖香烟 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卖香烟了 老公出门前 老婆把卖香烟 放到他的西装口袋里面说 啊出去多抽点烟 多拉点业绩回来 这上面有没有英文呢 有啊 有英文了 来哦 英文了 Nothin fits except the camels Nothin fits except the camels 除了骆驼牌香烟以外呢 没有东西更适合了 没有东西更适合放在哪里呢 没有东西更适合放在我的亲爱的老公的西装的钱口袋 有没有有没有 Nothing fits 除了骆驼牌香烟之外 没有东西更适合了 这是双关语吗 没有东西更适合了 里面多的是好多页 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到底在跟大家说什么 这个跟学英文背单字学文法做考题读写 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这个关系可大了 这一本杂志里面全部都是英文 你如果要背单字 反正也是单字啊 为什么不背这个打 这也很好玩 75年前的英文蛮好玩的 你们了解吗 做一件事情最好有多重的作用 所以我说除了书房的环境之外 最好给孩子一些物件 而那些物件 你看你看你看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洪子元 洪子元你把你线在书桌上 你刚刚不是放那本橘色的书起来吗 你把那本书也是照住那个 就像你刚刚那样 照住那个镜头对不对 你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小学生 我刚刚不是拿了一个 75年前的英文的东西吗 你给大家看一下 你在看的好不好 然后请导播 来紫元来把它弄上来 往左边一点点封面 一点点封面 听听听听 往后面一点点 离围对对对 然后再往你的右边 挪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点 对对对 然后听 你在写英文草写 我以为你在学书 国宝级大师 不用国宝级 台湾国宝级大师的爸爸 叫你写歪蛋就好了 好了好了 我要强调的是 你们如果没有 你们如果没有那个 闲情意志或朋友 可以到日本的旧书摊 帮你随便挑一些东西 回来的话 你就去买旧报纸旧杂志 如果连那个没有的话 还有一个东西很好玩 你们去找家里的 祖父母的 毕业纪念册 旧照片 退伍令 我家有我爸爸的退伍令 好好笑 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你去看那个东西 他有一个我们讲的悬疑点 就是他有他的能量 他的气质 就是大概是这种东西 让他那个书房里面 放一些那样的东西 好不好 我只能讲到这里 因为我看得到你们 每一个人的背面 包括主旋 你不是有那种 那个塑胶做的拼出来的地板吗 上面有写什么A A是Apple B是B 那种 就是那个比较现代的那种东西 我家也有 我哥哥家 那个比较现代的东西 我们放客厅 对不对 假设有一个书房 有一个专门 让孩子写字的地方好了 那个地方就放多一点 那种旧一点的东西 好不好 旧一点的印刷品 OK 比较雅一点的 文房四保的 你不用用吗 买一次 他是可以放一辈子的东西 什么指证 有没有 就是有的 没的 给他放一放了 什么花瓶 那些就是放着 你一步子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要不然都很玄的 你一步子就知道我说的意思 OK 秋天到了 我在拿这个东西出来 真的是那个不合时宜 你们不要跟我要哦 这个不是我的 这是我们大县的 这是什么 yes 这是西瓜 西瓜 我跟你说 你们去 我没有说 你一定要去买一个什么 真机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小孩子看到 这件事情 本身 就是线条 它本身就是线条 就是读跟写 是吧 这是不是很多线条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要告一段落的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就是在谈 那个氛围 你要营造出来 才能够做具体的事情 因为你氛围对了 做具体的事情 会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的事情 会做得比较久 事情做得比较久 就会有功夫 有了功夫 就等于实力吗 就好了 你要的只是实力吗 你要实力 结果不去讲究氛围 它做不久 而且所有的读写的东西 都是成套的 墨水本身有没有 笔本身 纸本身 书桌 椅子吗 那些事情是一套的 等到它变成一套的时候 你们要听清楚 当它变成一套的时候 什么样的笔 配什么样的墨 配上什么样的纸 就相当于 什么样的代名词 配上什么样的动词 配什么样的副词 再加上什么样的时态 它也是一套的 好不好 很重要的观念 学英文 因为这90堂 我都在跟你讲 所谓的英文读写这个东西 你学英文学到后来 单字不够看了 你真的很难的是搭配词 你不知道这个英文的动词 去形容它的时候 要配哪一种形容词 那个时候才会闹笑话 可是那很难考出来 英文是很讲究搭配搭配搭配的 形合 形状要合起来 那个形合 在一个小孩子 几岁几岁之前 对不对 先透过他书房看到的东西 让他整体很搭配 那就这样 读写的环境营造这件事情 就先停在这里 好不好 好 那我们 因为我可以意识到 我们上这样的九阶时题 对不对 讲一堂半 就到现在为止 讲一堂半的营造环境 我觉得够了 我本来想讲食堂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我可以有时候回过头来讲 现在讲 我觉得你们 你们会受不了的 那我们就 我们就讲具体一点的东西 开始讲具体一点 我们开始来讲写字 开始了 这有点跳极 我自己打脸 我自己跳极一下 但是大概就这样 写字这件事情 台湾现在都在做的是 先学印刷题 才学草写题 各位的小孩 到了社会上 逃不掉这一关 他们都会先教 A是那个印刷的A 逃不掉了 逃不掉的 unless unless we work together 我们全民一起努力 不要让小孩子 学写英文的 第一个英文字 是印刷题 应该要先学草写题 应刷题的本体 叫做左脑 叫做科学 叫做对称 叫做人工 叫做精准 叫做智商 那些就恰恰好是孩子 第一年级的孩子 没有的东西 他最缺的就是那个东西 你要不要叫你的小孩 写A 有没有 大写的A 你知道他可以是37.5度角 37.5度角 中间横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不要那么残忍的 叫小孩子接触英文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那么精准科学 控制他无法控制的小肌肉 这是不公平的 西方人的 因为我在美国念小学 我那时候最红的 我二年级的时候 在德州超红的就是 我下课都没有办法上厕所的 喝水上厕所都没有时间了 中间休息 我的座位前面就开始 大排长龙 每个人都叫我帮他写他的名字 用英文 用中文写 Can you write my name in Chinese 我就开始写个约翰 Can you write my name in Chinese 我就写个玛丽 知道吗 写个Jennifer 他们都会说 到后来 他们都会跟我说 不是write 不是write Chinese 他们的动词会说 draw Chinese 他都会把他想成在画画 你去想想看我说的 一个美国的小学生去看我写约翰的时候 他会说你在画约翰 我的意思就是说 印刷体这件事情 他之所以叫做印刷体 曹写体叫做书写体 对不对 他的名称就告诉你一切了 印刷就是工厂 就是机器 就是降器 就是精准 就是科学 印刷 书写就是真的是人的手在那边坐 在写 小孩子一开始接触英文的时候 应该要保有他的赤子之心 保有美感 视觉上的美感 而且比较简单 因为一直画圈圈是很简单的事 一直画圈圈 我原型那个歪单一直画 小的画 大的画 中的画 一直画画画画 一直画那个东西 画那个东西到后来 要转成曹写的ABCD 就非常容易 知道吗 先教他书写体 你教他印刷体的那一天 他就告别他的童年了 我讲得很严重 比较文学性一点 你教小孩子 写印刷体ABCD的那一天 他就告别童年了 好不好 可是你教他写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书的那个 那个不会 我现在说的都有例证 今天是礼拜五吗 我下礼拜一拿 我以我教我的学生的 那个作业给你们看 他们不要练歪蛋 对不对 练那个圈圈 他可以拿那个圈圈画出 臭啊 一直臭嘛 我都规定 画20下才能换下一个 他们画了好多 无敌铁金刚出来 你知道吗 他可以画铁金刚 可是是用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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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тров去排出来的 然后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小孩 一看就知道 年纪比较大的 他就用圈圈圈圈圈圈画什么你知道吗 画出他的中文名字 他已经被洗脑了 他认为写东西就是要写东西 不能再画画了 他就拼出他的中文名字 有些年纪更大就拼英文名字 我都有证据给你看 你看那个圈圈圈圈 你会很感动就是说 他以为他在画画 他以为他在画画 没想到被我骗了 他以为他在画画 其实他在拼人命的写抄写 如果你们不太同意我说的 或者是你们比较功利主义 觉得这个都是理想 那个印刷体小孩子就是要练了 对不对 我给你一个折衷的方案 你请他用ABCD的印刷体 拼成图案 那这我也可以接受了 好不好 你让他拼出东西那也可以 你不要叫他那么讲究 那个线条一定要什么比例 那个不好 我们现在在做的 九阶十题在做的是 真正意义上的英文教改 把过去七十年来 有可能可以商榷的 最基础的学英文的观念 跟学英文的顺序 我们透过全民的力量 来看看可不可以凝聚共识 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说 不要写印刷体 没有吧 我说是先学书写体 再学印刷体 我没有说不要写印刷体 我是说放在后面 事情的顺序颠倒 就好像炒菜先爆香 才炒菜比较好吃 你也可以先炒菜 然后再把东西丢下去 你也可以这样 它就是很难吃而已 当然可以 没错吧 有些事情是一定有先后顺序的 书写体跟印刷体 我认为是一定有这样的顺序 我的论点叫做 书写体比较人性 比较画画 比较曲线 印刷体比较直线 比较机械 我的论点只有这样 我认为应该先画画才写字 这是我唯一的论点 不用谈到太复杂的事情 你的孩子还喜欢画画的时候 叫他写书写体 总有一天孩子不爱画画了 你知道吗 一定会被成长的 一定会被硬性拉上去 那拉上去的时候 他不想画画的时候 你就要想要那你写A 没问题吧 好 既然要谈到最基础的东西 既然要谈这个的话 我们来谈一点理论上的事情 这90堂课要谈 读跟写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ABCDEFG 这件事情好不好 你们可不可以理解 英文字母的顺序是毫无道理的 就是A A不是母音吗 不是该AEIOU吗 不是应该把母音排一排再说吗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把A跟B排在一起 知道 它是randomly乱跳的 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的初音符号 比26个英文字母 有逻辑 有语言学基础多了 就在我后面 他是不是把所有的子音先排完 所有的子音排完才开始排所有的母音吗 对不对 我们是排BPM 才开始去排RO2A 然后不瞒各位说 我有做过一个疯狂的事情 那个档案 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但是我再想一想一定也可以再想回来了 因为我现在应该那个 我们社会上的影响力应该是逐渐会够了 我以前还没有影响力的时候 我就开始提前部署太早了 我的档案都不见了 我重新排过英文字母 然后我打算拿那个去反攻新大陆 你知道吗 我想要拿我排的 我们台湾人重新去排26个字母 然后回头去教外国人说 你们应该这样排才对 你们应该这样排才对 你不要觉得我疯狂 我跟你说 很难说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很难说的 然后我也写了新的字母歌 就是那个ABCDEFG 我把它同一个调了 但是我把那个顺序排 打破排了以后 有点像Buffer Muffer的排法 那个排法就make sense 它就有道理了这样子 我只跟你们提这件事情 卧虎藏的人很多 要不要共襄胜举 你们排给我看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在增稿就对了 来投稿 你觉得怎么排比较有道理 比如说用Buffer Muffer排的话 是什么 B P M F Z T N L G K H 对不对 所以以后 美国 英国小孩 唱英文字母歌 可能会是 从ABCDEFG 变成 BPM F D T N 这样知道吗 他在唱 Buffer Muffer D D N L 知道吗 想一想我说的吧 很有意思啊 台湾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 好了 我跟你们谈了写字母的第一件事实话外蛋 跟你们谈了光字母本身的顺序也可以重新思维 最后我还谈了说 要先学书写体 才学印刷体照 好不好 今天讲很多事啊 启蒙观念 一起蒙就去做 一起蒙就去做 你去排看看26个字母 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 它不合理 你一去Google 你会发现 你一去Google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我我破梗跟你听好不好 你会发现Benjamin Franklin 美国的几乎是国父的那种人物啊 他也想改26个字母 你知道吗 他也想改啊 他只是功败垂成而已啊 没有成功了 他改啊 他说我们英文的spelling啊读写啊 我们英文的读写太奇怪了 你们随便Google 维基百科到英文版的啦 他那个事迹太多了 不只他想改啊 肖伯纳也要改啊 有试之士都会说 英文的读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什么phonics 乱七八糟的拼音系统 胡说八道的书写规则 胡说八道嘛 C是不是念可 没错吧 C会念可嘛 可是有时候会念S 对不对 什么时候念S 后面接E或I或Y的时候念S 这是什么规则 你把小孩的人脑都当电脑吗 应该把它改掉吗 就不要有例外不就好了吗 好C念S 或可嘛 对不对 H念什么 和嘛 没错吧 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读写哦 我是在从一个三岁 五岁六岁的小孩 的立场出发 你要教我读跟写嘛 好啊 我来写了 我写了个C 写个H 然后我编写 你就跟我讲说 这有spelling啊 因为要看到看字拼音啊 听音写字啊 有没有我们已经从听说跨到读写了哦 然后我是一个台湾小孩啊 第一次接触 你跟我说C念S 或KH 念H 所以CH要念什么 当然是 或者是 要不然念什么 不然你要告诉我 这不是废话吗 CH念S 或者是 你说不是不是不是 CH要念 SH要念 TH CH要念S PH要念S PH要念S 我刚刚讲了四个啊 我们都大人哦 你会想打我这个英文老师 我们都大人呢 没有任何道理啊 G H念什么 不念 我不念总可以吧 GH不念 不行啊 有时候又会念哦 像我在笑你的时候 就是laugh 笑你傻的时候 GH又给我念了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学英文的无奈啊 如果是一个孩子啊 然后没有我们这些大人 帮他教育改革的话 他有多无奈 你知道 Nothing makes sense Benjamin Franklin说 他亲口的quote 他说啊 如果我们的spelling啊 不进行革命的话 我们美国以后的小朋友 不是很白痴 很可怜吗 很难识啊 所以他发明了新的英文字母 CH 不是要念去吗 他就发明了一个新的符号 假设啊 打个星星好了 他就说 以后我们美国人 要有27个英文字母 第27个英文字母 长得像星星 怎么念 CH 第28个英文字母 画起来像月亮 怎么念 OK 你们都有在听我讲 哦 Benjamin Franklin 是发明那个什么 避雷症 放风症 一代大亨 又是印刷厂老板 又是美国国富革命的 多厉害的头脑啊 他是不是要发明一个新的符号 叫做什么 CH 一个新的符号叫做什么 SH 没错吧 美国的国富啊 你知不知道我的后面有CH 也有SH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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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跟CH 不就是富兰克林要做的事吗 你们把我今天 与众心肠的东西 通通合在一起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第二堂课 我在跟你讲 很悲哀的一件事 而且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在讲读写了 我讲结论给你们听 叫做美国的富兰克林 本来要把英文变成中文 他本来想要把英文变主音符号 你知道吗 他只是没有成功 要是他当年成功的话 台湾人学英文 跟美国人学中文 都用同一章了 你知道吗 他在壮志未愁生鲜死 我帮他尝死英雄 我来帮他完成他的遗愿 Google一下 很好 真的很好玩 还有一个人叫肖伯纳 他也发明了一个 他的遗嘱 他的剩下的钱 肖伯纳那个剧作家 他剩下的钱就成立一个基金会 专门推广这个 当现在还在运作 他还不死心 他还是认为英文很瞎 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说 当我在9点45分的时候 当我说 我们台湾要重新编排 ABCD的顺序 我还是客气的 我没有说我要去加 加我觉得不会成功 因为已经有人商鞅变法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富兰克林变法已经失败过了 明约不变就不会了 人民都说不方便 变法就失败了 所以你叫我去跟美国的几亿人民说 我是台湾岛上的 我来帮你们加第27个 他会不要的 可是我如果说这26个 可不可以换个顺序学 那是非常有可能的 换顺序 好 先这样 总结了 画外旦 画那个 我知道你们想要有那个 我等一下请大倩把 某种 某种 某种答案 就丢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开始练习画 没有问题了 我把那个 习字 习字本的 比如说第一页 连那个顺序 我都 我都做好了 连那个运笔的顺序 那一页 我们就 就贴给你们 自己印下来 自己开始练习 好不好 不是卖书啦 那本才一百块 不要 不是要卖书啦 不要不要 我们之间 不要那种交易了 九阶十梯要干净一点 不谈那个 我给你东西就是给你 你自己去印就好了 好不好 你可以开始画了 趁这个周末 不行 这个周末 你又来参加我的字典发表会 这个周末 不准画外蛋 礼拜天 给我通通来 不行 礼拜六就在 国土外面 那个扎营 知道吗 露营 卖香肠 可以练习画外蛋 然后下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可以 可以往 那个具体的写字 去进行了 然后你们思维的东西 今天就思索一下 我们习以为常的 ABCD的顺序 难道是对的吗 我们习以为常的 CH就念CH SH就念CH 难道是对的吗 难道美国人 自己不知道吗 那如果他们连自己 都要改革 可是没有成功的话 我们难道要延续 那种没有逻辑的东西 给自己的孩子吗 孩子问你的时候 你要跟他说什么 CH为什么念曲 你要跟他说什么 那我们的 我们的我啦 我可以做到 唯一可以做到的研发 就是啊 我没有办法改变 英文拼字的习惯 但是我可以编出 一本字典 把一样的声音 至少放在一起 It's the least I can do 我至少可以帮你 做到这一点 声音一样的 我放在一起 这就省很多事了 你知道吗 因为声音会跳来跳去 我跟你们讲说 Good morning的时候 他从Good 跑到Mor Or 又跑到Nin 又跑到Nin 我讲了一句话说 早晚跑了三个母音出来吗 那很难啊 三个母音就是三个拼法 有没有 随便一句话就开始乱跳 不要这样 你把牌好就好了 给孩子接触的东西 变音越少越好 变音少就有安全感 OK 好了 那个 我去看那个 你们的 今天讲的太难了 你们的脑袋 你们是不是风扇开始打开了 就是 你知道电脑有时候 跑太难的东西的时候 风扇就会启动 我们回答一些你们的问题了 好不好 有七分钟了 嘿 陈芳美梅的歌太好听 每天提早上线就是想听歌 很好啊 以后放那个Spotterfly上面 一首那个三角就好了 歌名是什么 我也觉得好听 全部是博士写的同样 不是我翻译的了 对 我翻译的 YouTube什么 有没有 团队早安 体操音乐比较大 对不起 我们那个 博士的爸爸送我去美国 我冒昧的问一句 老师翻译英文是怎么成功的 你讲的话 我完全听不懂 什么叫翻译英文是怎么成功的 我到成功 扩充背景知识 你们 你们还是 我回答 Anna子怡说的这个东西 你跟我上这个启蒙课 当是知识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你讲 它是知识 当它是知识的时候 我们才刚刚上完 食堂课的知识 就是 Fancy fan是知识 A A R L 那个是知识型的东西 那个没有好商量的 恰恰好 我现在说的读书 书房 环境 这个 它不是知识 它纯粹是感受性的东西 一种 Kimoji 知道吗 一种 Feel 你们去一家咖啡厅 会说这间咖啡厅 一种Feel 有没有 那个Feel是怎么来的 你们去一个家里 装潢的家里 你去他家 他会有个Feel 那个Feel是怎么来的 你们大家都大人了 那个Feel怎么来的 你就去把你小孩的书房 弄成某种Feel 它不是知识 拜托一定要想清楚 它不是知识型的东西 我只是举例 我自己的一些审美的品味 我只是举例而已 好不好 我后面的台灯也很古典美 是哪里的 那是什么 图书馆灯 通常是绿色的 英文的搭配从生活开始 严格说起来 中英日韩任何语文的搭配 都是那一个国家民族的人的生活开始 我只是透过 动词名词的搭配 跟你们 强烈建议说 要讲究一点东西的搭配 其实你们每个人今天都有穿衣服 我看 大家让我请沙 每个人都有穿衣服 都有穿裤子 两件东西 至少两件 有两件就有搭配问题 就这样 有两个字就有搭配的问题 搭的好不好 你如果从穿衣服就开始搭配讲究的话 以后写英文就会搭配讲究 这不是很合理的事吗 如果有一个人什么都不讲究 乱穿乱搭 什么都乱凑一起 那他写字跟写作文当然都乱配 幼儿都是幼脑动物 主旋 严格说起来幼儿都是左右脑动物 可是左脑还没打开 就是关机中 大概是这样 没错啦 用脑动物 书写题本身就是艺术的展示 是啊 艺术的展现 它就是线条 曲线 曲线比较好看 笔画顺序在起步时重要 即使是书写题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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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 我认为 那个顺序非常重要 所以一开始只要画淡就好了 不要叫他怎么写 不要叫他怎么连 小时候学印刷题书写题 后来书写题都没有用到 现在不太会写 不是要跟国际接轨吗 你上网去找所有的人的契约 像川普那种人 在签东西的时候也是一件潮写 你有没有想象川普在那边签国际条约 T-R-U-M-P 好不好 套用在中文书写是线毛表 那个是不要私聊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跟我私聊好不好 要问就在那个 所有人看到 英文真的不合逻辑 英文的spelling是真的没有道理 英文的spelling 英文的文法还好 文法就是大家约定俗成就好了 请问博士 美国小孩也是从书写题开始学习的吗 纯粹好奇 我也觉得你纯粹好奇的问题非常好 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念了 我念了可能有20间美国小学 每一间美国小学的那个墙壁上 我念的都有并列四个 书写题大小跟印刷题大小张 他就并列起来 我明天就会看 都会看到张 学写的话 我有点忘记学写的顺序 但即使是美国小孩学的时候 是先学印刷题 我也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 我的印象中他们应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帮你们问道 我去帮你们做个功课 好不好 我帮你们做功课 你的问题很好 英文真的不合逻辑 连母语人士都拼不出正确单字 对啊 国中时音乐课都拿去上英文课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把讨回来 现在英文课都会被借去上音乐课 因为贵又来了 字典发表会也是签名会吗 可以我帮你签啊 我帮你签一本五百块好不好 没有啦 你们有四百个人报名 我怎么签名啊 我签到手断掉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要签名了 好不好 明天要补课吗 是不是 你可以饶着我吗 没有要复课 我是看得蛮感动的 可是没有了 哎呦 孩子几岁开始学歪蛋哦 小二哦 我觉得小孩子连族轩的小孩都可以画歪蛋 他只画不出来而已呀 我一再跟你们强调 你们的脑袋都被我们以前教育洗脑了 你都认为有一定的规则 你知道吗 是谁规定的 你知不知道像竹轩 我以竹轩为例啊 你们看他现在眼前 那个你那个导播 你弄竹轩的那个给大家看到好不好 竹轩你给大家看 不用你啦 你就站着就好了 他上面不是有英文字吗 没有没有 in honor 我问你个问题哦 你小孩现在几岁 是不是一岁多哦 他看得到你的英文吗 in honor 看得到嘛 对不对 你会说遮起来 等一下 不可以 不可以看英文 不会这样嘛 好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什么顺序的问题 该看到就看到就好了 9分了 好 就这样 剩下的再说 让我们来 越来越厉害的 越来越厉害的 好 你们记不记得第一个动作在干嘛 我都忘了 第一个是什么 先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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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懂了 好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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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简单 预备 去 太可爱了 我真的觉得 还是有福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